大家好,欢迎来到严谈股市。 OK,马来西亚也是很多人投资这个云顶,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业绩的情况。 OK,云顶其实因为这个疫情,它的业绩现在是很惨淡的, 所以最新的季度亏了这个344个Million, 然后它上一次赚钱的时候,我看回去是在2019年的那一个季度, 那个是最后一个季度它赚钱,然后2019年12月, 接下来呢都开始亏钱了, 所以现在它你看它以前的这个Net Tangible Asset啊, 是在,是在9块1毛8, OK,它的Net Tangible Asset, 现在呢就已经掉到8块3毛半, 就是因为它一直在借钱啊, 借钱来支撑它的这个业务,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净资产是什么情况, 它现在进现金,它没有进现金啊, 现在因为它现在这边有一个22个Billion, 然后呢它的债务这边有一个38个Billion, 然后这边有一个短期的债务, 所以这样它的集团那么大的情况下呢, 其实银行更怕它有问题, 22减掉38, OK,它现在还道歉银行一个16个, 16个Billion, 再加上这边一个短期的Billion, 1.8的话, 所以总共是17.8个Billion, 可是它,你看去它的, 因为它集团很大嘛, 所以你看它的Rating啊, 它的这些Billion的Rating, 其实都是蛮健康的, 都是,都不是垃圾级别啦, 都是属于3个Billion以上, 这边3个Billion以上, 然后, 都还不错啊, 所以就是有一些是属于是比较高利息的, 这也是它的子公司, 子公司做那种Energy的, 因为它的业务有分很多种不同的业务, 从Billion, 做种植的, 到做油气的也有, 它的, 然后做酒店, 这些全部都是它的业务, 然后, 横跨很多个国家, 美国拉斯维加斯这里, 它也是有Expand, 然后云顶, 这个UK这里, 等等, 然后这个, 看这个, Property, Property它也是有, Oin and Gas, Bundation, 基本上它Bundation是有赚钱的, 它这个因为现在中油的价钱高嘛, 所以它最新的季度是有赚钱, 但是其他行业就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好, 然后呢, 云顶也是很出名的, 就是它的这个CEO啊, 林国泰啊, 林国泰啊, 它的薪水也可以算是, 是很高, 占整个的集团, 它现在, 就算是云顶亏损, 它也take home了一个74.8个美元, 在2020年, 然后你看它在2019年的时候呢, 2019年, 它take home pay是110.73个美元, 在这个, 云顶的这个集团里面, 所以你看, 你看回去它之前的那个2019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它是, 它一整年是赚, 它一整年是赚给股东是1.995个美元, 你拿来除上它的薪水的话, 如果它薪水是110, 除上1995的话, 所以大概5%啊, 5%的, 的那个, 赚的钱, profit会去到这个, 呃, 林国泰的口袋里面, 啊, 所以这个就是, 云顶股它的一个, 就是花很多钱了, 在用这个CEO, 啊, 对我来讲有点太多了, 5% of net profit, 啊, 可是如果你们要, 玩这个复苏的话, 复苏的话, 云顶集团现在的, 资产是9, 是8块3毛半,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股价呢, 股价的话是4块, 半, OK, 在5年前也是跌了一个43%, 啊, 所以都是上上下下, 很难一直上, 你看它的股价, 上上下下, 所以现在的价钱大概是在, 20, 比2006年之前还, 还要更低, 啊, 所以, 它,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 它要怎样为股东创造价值呢, 对我来讲的话, 我会看它的这一个, Cash flow啊, 就是它的现金流的情况, 这是疫情前的, 1, 2019年, 你看, 就算它赚钱的时候, 它因为expand很多, 所以它这边, 它都没有free cash flow, 然后, 它也买, 它也要用很多的investment, 啊, 那些, 买很多的intangible asset啊, 这些等等, 所以变成它变成它需要一直有钱进来, 所以是刚刚好了, 是没有到钱可以回馈, 回馈股东啊, 有啦, 就是又要在这些还这些利息啊, 等等啊, 然后又在融资, 这边又在融资, 融资是一个比例的, 很多啊, 这个, 所以变成云顶, 如果你买它的bond的话是稳的, 它不会给云顶到的, 这是肯定的, 你买它的bond, 它的债券, 啊, 给一个4%5%啊, 是很稳的, 如果我是云顶的投资者, 我会宁愿选择它的债券, 它的债券, 然后股东方面, 股东方面, 你现在就是boot它的那个价钱, 会不会高过NTA咯, 就是开市的时候, 就是, 呃, 生意开回的时候啊, 等等啊, 啊, 有时可能市场会给它有一个好的反应啊, 让它的这个股价可以高过现在的这个, 啊, 8块3毛半, 啊, 所以, 这个是一个未知数啦, 啊, 这个也是一个未知数, 啊, 因为目前来讲它的, 它的现金流, 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 cover全部它所收到的钱, 你看它最新的这个季度的现金流, 啊, 更早, 更, 更惨不忍睹, 因为收到的钱也少, 1.289个Billion, 可是出去的CAPEX在7.5个Billion, 因为它可能在拉斯维加斯那边, 你要expand啊, 等等, 要用很多钱, 所以它花钱是不手软的, 你看的时候它是花的, 因为集团很大嘛, 所以很多银行啊, 很多债券啊, 都, 都愿意给它钱, 如果债券的债主啊, 等等, 所以就变成, 它现在最新的这个季度的情况, 就又要跟银行借钱, 不然就是它的持公司, 又要在公司, 这边就有讲, from bank or borrowing, 啊, 所以现金流的情况, 现在是惨不忍睹了, 就要等到, 真的是开回的时候, 才来看, 啊, 开回的时候, 它, 因为它在外国有expansion啊, 所以美国那边的业务啊, 怎样够不够cover啊, 等等, 那边会increase很多这个capex, 所以这是一个我所看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bought的话, 呃, 更丁malaysia跟更丁perhat呢, 我会比较喜欢这个更丁perhat, 啊, 因为它的, 它的业务多元化啦, 再加上它现在的价钱, 真的是低过这个NTA, 啊, 多, 虽然很多都是债务啦, 啊, 不像手套的, 很多是现金钱, 多数是债务来的, 现在就是bought他, 就是开回的时候, 他这个酒店的业务会好回, 然后, 啊, 就是市场给他有一个重新的估值, 啊, 这是我所看到的, 这个, 这个云顶perhat, ok, 好, 我的这个小小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您喜欢, 欢迎来订阅, 点赞跟转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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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